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丹凤 欢迎来到The Secret Wine Society中文区 跟丹一起学习葡萄酒 从葡萄酒杯领略世界各地 然后我们今天要品尝的是Cinnabon 白丝南 然后最著名的当然是法国的鲁瓦河谷 但是我们今天去的是当地Oregon 在那个Oregon的南部的Roll Valley 然后这一款它的酒名叫Goldback Cinnabon 那它是那个在我们那个美国当地的Roll Valley Oregon 年份是2020年 然后葡萄是百分之百Cinnabon 然后它采取最少的那个intervention 所以它尽量不那个酒量的时候 尽量不打扰它的那个原味 酒精度是13.5 OK 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 是一种那种淡淡的金黄色 然后因为它这一款是在那种不锈钢 还有那个没有木桶味的木桶里面呈量 然后又在那个酒泥里面呈量了另外六个月 所以它的那个你可以从酒瓶里就可以感到它有一点点分量 首先我们闻一下它的气味 是那种感觉是很清晨 然后你走在那个绿草地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菊香菊花香啊 嗯 那个柠檬香 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 嗯 帐篷花的感觉 每一次你把那个鼻子放进去 那个伸进去 它的那个香味就那个扑面而来 那我们试一试它的口感 是那种酸度很高 然后它的那个酒体 因为它放在酒泥里面呈量 所以它的酒体比较饱满 是那种算中等 中到上面的那种酒体 它的口感非常的那种湿滑 然后有带很回甘 嗯 现在那个我还有那个嘴里面 还充满了它的那个香气 所以它的鱼味非常的长 嗯 果汁味 那个是比较算那个 柠檬啊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 嗯 嗯 哈尼 那个蜂蜜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嗯 再试一口 嗯 嗯 哈尼 它的那个 如果你没有说这个是从那个Oregon来的话 你一喝就感觉有点像在那个法国的感觉 是一款非常那个值得尝试的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Oregon的那个Roll Valley 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一款Shannon Blanc 从我们这边当地的Roll Valley来的 是一款很值得仪式 然后价格又非常的亲民 很好喝 好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学习葡萄酒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